從最新的發展裡頭 有看出什麼端倪嗎 最新的發展 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會說2月8號 就是正月15號之後 會呈現明朗 所謂明朗就是 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樣子一個比較嚴謹的 防範的方法 有沒有效果 並不是 我相信他不是說 就疫情就會不見了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 最長的潛伏期是14天 以最14天來說 他是在1月24號才封了城 我們知道他只要 一封了這個城之後 其實他本身 就是對人民的一個警惕 應該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聽說在14號之前的幾天 還有萬人宴啊什麼的 那就實在是太疏忽了 所以我們就 我們知道現在 從1月24號到現今 然後一直到2月7號 這14天之內 所看到的新的病例 都是在1月24號之前 就已經受到感染的 所以意思是說 2月7號之後 我們就會觀察 封城之後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 它是會逐漸的下降 所以這是為什麼 大家都鎖定那一天 或者是真月15號 或者2月7號 或2月8號等等 大概就是在那個節骨眼 我們就可以開始 去觀察它的疫情 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的說詞是 我們的焦慮度不用更高 因為現在所發生的事 早就已經發生 現在所看到的病人 就是在1月24號以前 就已經感染了 那至於說 它一天的死亡率 因為它現在病人多了嘛 那當然 那也有可能 因為太多了 因應不良 所以死亡率增高一點 這些我們都不在場 我們沒辦法知道 但是可以知道是 一定是負荷量很大 你可以想像一個城市 就是有這麼多的病人 又要隔離 又要治療 一定是很嚴厲的一個狀態 就是一開始 就是對封城這件事情 大家說它是對還是不對 以我的說詞 它那一天 它在那一天 就只能做那一件事情 因為它 別無選擇 別無選擇 我們就不去討論說 它是不是以前疏忽了 以前代謝了 怎麼都不管 反正在那一天 它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是 我認為那是它最好的方法 可是那是要有配套 封城當然不等於我們的 和平醫院 因為那個城 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你給予足夠的物資 給予足夠的食物 給予足夠的水 每一個人過來在家裡的話 每一個人都停止流動 然後只有工作人員 幫你送食物 送水 該什麼 該怎麼做 怎麼做 一定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它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沒有那麼多的醫護人員 沒有那麼多的公共 就是服務的人員來處理整層的事情 所以現在也有可能裡面的 傳播是在更多一點 或者更少一點 我們也不會知道 那個就要再等二月 七號以後 大概我們就可以看 而且七號就是元宵節 差不多 差不多 前一天 對 元宵節 你說元宵節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也就是從防疫的角度 我們就是都會鎖定時間來看它的成效 那以我的估算 全世界以外的地方 應該就是 因為大概也就是 出來的人也就逐漸的越來越少了 真正的我們叫Epicenter 真正的感染源 還是在武漢或湖北的那個地方 所以從那個地方出來的人 其實在一月二十四號之後 就已經是寥寥可數了 對不對 已經封城了 已經封城 然後所有國家也禁止武漢團 進入他們的境位 所以基本上 那些已經出來的人 二十四號已經出來的人 受到感染的人 他是在陸續的在發病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至少一半就是一半 最多就是 最少就是一半 那剩下的人 他也許會在發病 也許就是 就是零星的幾例 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是我的推斷 那以後就在全世界 中國以外的地方 應該就是會逐漸的下降 那這個很重要 我們也從一月二十四號 那是一個分水嶺 那一月二十四號 等於傳達是說 從現在開始大寧初六 到元宵節 如果該散播 該傳染 都已經傳染了 是不是 對 那會發病的 就要發病了 都發病 那問題是高峰呢 高峰是出現了沒 是在 比如說 現在我已經防堵了嘛 等到十天之後 因為如果 我們就算他前附近 十天之後 是不是該發病 都已經發病了 開始要從高峰 慢慢下降嗎 還是不是 以你問我的話 我們台灣防疫好的話 應該就一個病人 都不會有啊 照道理 因為照理照道理 我們也沒有 再什麼新的人進來 Supposedly 我們在這段期間 發病的人 應該沒有傳染給他的 他的親密接觸者 應該沒有 有的話也會發病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們要觀察的 這是台灣 全世界各地 也應該是差不多 中國我認為 湖北以外的地方 也要 也應該是等同 這樣子的看法 只是讓他們人數 多一點 但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假如他出來的人 從武漢出來的人 到了那個城市 被診斷了之後 在那個過程裡面 沒有陸續在感染太多的人 應該也就是會下降 那武漢會不會下降 我們應該也會下降 看下降多少 那現在因為其實 處理這個病 處理這個疫情 不是看數字 現在不能算數字 為什麼我們要看 其他的流行病學的資訊 大家就在問成效如何 你就看什麼樣子的成效 成效就是說 現在數字可以減少嗎 現在是在減少 沒錯 可是他會像SARS一樣 被我們一隔離之後 就堵決了 從此消失無蹤嗎 以我的判斷很難